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物成己卫 顶序 人成 这个是一个里面 他在提问说他何时会开运 然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问法 但是他所谓的开运是开什么运 财官彼时印到底是哪一个 很多人他都把八字误认为 所有的东西都会变好 或者是所有的东西都很烂 但是实际上运势是有分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他本命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天干 物及土 赫人水 他的地支全部都是土 所以从他的本命来讲 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的一个官运很差 现在进入到秉承大运 我们可以知道天干 丙火生物及土 一样是克着冷水的 地支则是他的土更加旺 这个八字 他就会出现什么情况 他天干官运出了问题 他的地支在出现水的时候 也是一样会出问题 所以他的一个官运确实是一个 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 然而官运代表的是工作 感情 这一些都是他很有可能会出现的落下 所以各位 你就要知道说 其实很多人他对八字 他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他认为所谓的好运 就是全部都很好 坏运就是都很坏 但是不是的 因为运势分为财官彼实应 他是分别独立的 不是一体的 但是在传统学却是教你八字的运势是一体的 所以你的用神到了 你都很好 你的祭神到了 你就很差 其实不是的 而是要去区分财有财的用神 官有官的用神 印有印的用神 也就是说五运分别独立 有各自他自己的喜好 所以假如他是要问的官运 任谁要怎么让他能够复活 他假如要问的是财运 因为八字无财以食伤当财 他的财运会比较好一点 然而当真正的财运出来的时候 他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些都要去清楚知道 而不是一个喜迹用神的一个 简易判断 既然叫做简易判断 就很容易会出大错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